雲旁二傢伙 各位民主朋友 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參加今天的記者會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三問蔡政府為什麼反對設立自由貿易經濟客區 首先我要問 目前的情況 台灣的經濟非常的悶 但是 蔡政府還在 拼政治 不想拼經濟 他們到現在 我們的法案內容還沒有提出去 還沒有看到 我們三個法案的詳細內容 就死命的反對 純粹是 為反對而反對 不想拼經濟 就直接說吧 甚至連昨天 在財委會郭正亮 宜宛如也找不清楚的情況 瞎起後 民進黨沒有 財經大腦真是非愛 我們第一個問的是 民進黨 您不想拼經濟 就直接說吧 不要死命的反對設立 自由貿易經濟 可以去 第一個想問 第一個想問的是 昨天 還有最近幾天 提出來的各部會反對的理由 都不成理由 都不成理由 我們仔細 來請兩位委員 來說明 來會委員 蔡英文上台 快三年了 他提出的 5加2 5加2的產業 請問三年了 有什麼樣的成績 打給我們看 對我們的產業 有什麼樣的幫助 對我們年輕人的 這樣的問題 我們身為在野黨 我們 看不下去 我們國家沒有希望 年輕人沒有未來 所以我們 提出了這樣的 自由貿易經濟的 這樣的 各區 希望 台灣能找到一個方向 能拓展我們的外交 創造我們 富家價值 讓年輕人的薪水 能夠提高 我們還沒有把 所有 實質的東西 攀出來 民進黨 就說 我們現在 只有一個 叫韓腦 我要再次在這裡 證告民進黨 諸如像 郭正亮委員 俞婉如委員 我們是有腦的 不是因為你們沒黨 代表我們沒黨 今天 我們看到 朱立倫前市長 在他的臉書 也對 內市長 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提出了呼應 上個禮拜五 我們三個人 同時提出來 如果 民進黨擔心 適用在全國 其實 本來就是應該用 全國 就是一個 整個 就是一個 自由 經濟開放的 一個區域 如果他們擔心 我們不妨建議 我再重申一遍 不妨建議 在台北港 在台中港 在高雄港 三個港 先做一個示範區域 英文叫做洞 洞 就是我們做三個 這三個 作為一個實驗組 再拿其他的來做對照組 我們來做個一年兩年看看 去無存心以後 再推動到全國 昨天 民進黨 財政部長 反對了 傾向 我們三位 曾民眾委員 賴世保委員 我們大家想 他講的道理有沒有道理 由我來等大家報告 財政部長 蘇建榮說 對區內事業給予租稅優惠 產生區內區外的差別待遇 違背國際有害性租稅競爭的規範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的足科 中科乃至於南科 很多的機器進來 有沒有繳灌稅啊 有沒有貨物稅啊 都沒有的 所以自己就先打了自己的嘴巴 不是嗎 財政部部長說 台商回台投資 提供特別的租稅措施 應注意洗錢與 滋口防治的問題 請問 蘇建榮最近不知在想說 台商的錢進來 第一年 只要小百分之八個稅 第二年要小百分之十個稅 請問 為什麼差錯可以 我們 跟曾太保三位的 委員學者我們其實說來就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個理由 是信書都可以 競爭都不可以 敬愛都不可以 敬敗都不可以 敬敗都不可以 沒有電子千條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不是你的無知 就代表大家都無知 不是你不知道 就代表說這個事情是不可行的 農委會 成績中說 這會傷害我們台灣的農業 我們在2014年 2015年 當時 國發會的版本 說前店後廠 有百分之十可以內銷 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把它拿掉了 同時 這個可以加工的 這個原物料 是台灣所沒有的 請問 陳慶忠先生 你好好的用功一下 可以嗎 國發會的真正貌主委 副主委 副主委 又說MIC變MIT 請問 我們現在的自由港 不就是這個問題嗎 難道你不知道嗎 我現在碰到一些 真是沒腦的民進黨的政務官 因為你的無腦 讓台灣這三年 在原地踏步 甚至於是向後退 這是台灣最最大的悲哀 好 接著請類似法委員 補充 謝謝 我們看到 民進黨執政這三年來 請問各位 他提出了什麼 偉大的經濟建設的計畫 沒有 我們看到這只有他對國民黨 拚命的鬥爭 就這樣子而已 他推出一個5加2 然後這個5加2 要給他 讓 說 讓台商的錢回來投資5加2 所以 變成第一年88 第二年18 各位 這不是差別待遇嗎 這個就是在台灣裡面的人 老老實實在台灣裡面 的人的投資 沒有這樣子 沒有8%10%這麼優惠 海外回來的錢就 就有差別待遇 請問請教蘇建龍部長 還有一些民進黨的委員 特別昨天罵我們那幾位 平平在推啊 說8%10%太多 要再降 這樣 魚外入魂就是啊 他拼命在推 拼命在推 要降稅降稅 怎麼會 你的觀念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去反對我們的特區 請各位 特別民進黨的立委 要罵這個案子的時候 請讀一讀我們的內容 我們是原來的自由經濟示範區的2.0版 已經做了若干的修正 比如說 他們講的說 這個融產品 要銷到這個非特區裡面的話 國內 那這樣子的話 是個傷害 我們就把它加一個 要經過融合會核准 經過融合會核准 那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各位 今天有媒體寫到 這是這個政府是 是不 是不要 他不為 而不是不能 事實上是什麼 就是你不想做 所以你沒有辦法請平經濟 我們提出一個 過去國民黨留下來的一個寶貝 我們重新把它做Revice 重新提出來 各位請問有什麼好反對 只是因為這個案子起個頭 其實我們已經兩個多以前 我們就在研究再準備了 這個案子是因為韓國議題了 然後哇民進黨 一鼓勞的大家下來打 各位 各位 昨天的國外會的副主委 鄭真茂 請他回去問一問團的老闆 陳美玲 他來這裡接受我質詢的時候 還不知道什麼在RCEAN SEN啊 這東西啊 他居然不知道RCEAN是什麼 居然也不知道什麼叫TPP啊 我們現在我們跟我們欠FTA的國家 少之又少 占我們的外銷量9%左右 新加坡海國已經到了50%以上 甚至到60%了 我們的進追根本就是這樣子 當我們FTA沒辦法往前走的時候 我們如果在台灣成立幾個特區 這個特區跟其他國家的特區 連上來 某種層數就是變形的FTA 等於我們在為台灣走出路啊 找出路啊 台灣沒辦法政治的因素 沒辦法簽FTA的時候 我們跟人家競爭 各位你可以想一下 當RCEAN跟RCEAN 今年的11月底就要簽字了 台灣已經很清楚 沒辦法加入 RCEAN裡面的量 他的貿易量在全世界30幾%啊 比TPP比CPTPP還多 當我們沒有辦法的時候 我們怎麼競爭啊 韓國去這些東西的國家 他的關稅是很低很接近的 我們去的關稅平均10幾% 台灣怎麼競爭啊 我們三位這樣子努力的想給台灣找出路 結果他們就一股腦的跳出來反對 蘇建榮部長 你做的事情都是 你昨天講的話都在打自己的嘴巴 因為你也在做這個區別待遇 剛才我們各位委員提到的 這些科學人區不一樣 現在對台上回來的資金課的也不一樣 所以差別太差別稅率的這種的一個現象 是普遍在台灣成立的 我們只是要提醒蔡政府 不要這些大小官吏啊 不要跟著蔡政府蘇貞昌的一個曲子啊 他的步驟 他的步驟 其武啊 逢寒必反 逢寒必反 逢寒必卡 這是現在蔡政府最佳的行兆 就是只要還握一家什麼 反對他就對了 反對他就對了 為什麼 因為反對他有聲量 他會上版面 他的老闆會高興 這個政府各級的大小官吏 以取悅蔡英文為他第一的志願 何其悲哀 我講一個 最後講一個現實 台灣的行資根據主計總署 前幾天的公佈 到對在17年前的地步 難道不該為台灣人找工作嗎 難道不該為年輕人找薪資嗎 所以我們也 非常的會呼應朱立倫 朱立倫 要選總統的 他贊成我們的做法 他說北中南各設一個 就是這樣的概念 經濟示範局 高雄設一個 高雄市一個 台中市一個 新北市一個 所以民進黨不做 給共產黨來做 所以我們也最後呼籲全國百姓 我再講一遍 呼籲我們偉大的台灣人民 在2020的時候 想拚經濟的 你就跟我們走 繼續想拚鬥爭 想拚這個 所謂的清算的 還你民革命 這是我們管的 我最後的看法 謝謝 好 謝謝 所以跟各位報告 第二個想問的問題 就是各部位 反對設立經濟特決理由 不成理由 如同剛剛 魏偉雲大尾提到的 蘇部長講的 違反平等原則 目前的科技園區 自貿園區 還有加工住的區 都已經在通 相關的租稅優惠都有 第二個 蘇部長講的 台商回來投資提供租稅作施 很好笑 財政部正在研議 台商資金回來 投資的優惠條例 自己再做 財政部做可以 我們三個人做不行 第三個 海關人力不足 非常好笑 蘇部長 屬路 屬路上不了解 什麼時代啊 還用能力 現在是用電子分條 RFID 來監控 第四個 陳其重 聖域特級被傷害高雄 屏東的農業 開什麼玩笑 搞不清楚 法案還沒有看 我們的法案早就改啦 要內銷 必須經過農委會核准 到時候要請教 陳其重出委 你要不要核准 第四個 第五個 政治法講的 MIC 又變成MIT 神經病 現在自罵港區 六港一通 就這樣做 有沒有發生 MIC變成MIT 最後 一個要問的是 我們 這個港區 自由貿易 經濟特區的 目標是實現 破除了去 人記得來 目標是 前面經濟機 改善低性 這目標 有錯嗎 你立場 你拿不出方法 我們上個拿出方法 你還反對 自由經濟特區的目標 是希望有點到面 足夠 推動台灣 邁向自由經濟島 融入世界經濟貿易體系 蔡政府 不是口口聲聲 說如果要加入RCEP 跟CPTPP吧 你一步 可以到外嗎 做不到 那就經過 自由貿易特區 自由貿易特區 逐步來實施 我們做的 是TING 一定要來落實 蔡政府 的施政方針 跟施政重點 他們提不出來 我提出來 他竟然自己反對 各位有興趣看看 蘇院長的施政方針 施政報告 我們去落實 他的施政方針 施政報告 結果 各部位 下班碗碗碎 蘇院長的施政方針 施政報告 我要最後 最後要問的是 蔡政府 您想不想 拼經濟 想不想 解決異性的問題 2020 不要再操作統獨 配選票 你不拼經濟 直接講 直接講 讓國民黨 來拼經濟 我會呼籲 所有群民 爭大眼睛 好好看看 蔡政府 一心一意 操作統獨 拼政治 配選票 好 各位有沒有問題 沒有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有一個問題 因為剛剛那個蘇院長 早上的訊息 他有提到說 所謂的四個不可能 其中最大的一個不可能 比較特殊 他提到說 在美中諾立戰的這個時候 如果有會這個 致進去的話 很可能 台灣會被 視為中共的共犯 那這個情況之下 台灣反過首臺 蘇院長 因為他是選 他是在總執行之前 接收採訪 但是我剛剛總執行 他是贊成 我的相關方案 希望能夠進一步了解 但是 我相信是幕僚給他做的 幕僚給他做的進行 他的就是 國外會給他講的 MIC會變的MIT 但是 我希望院長也好 蘇部長也好 聽聽海關 蘇雷劍 假設從中國大陸進來 我們的自貿區 基本上 假設只有沒有改變 這些貨物的熟職的話 資質的內容 還來蠻吸 不會這個問題 食物上面有問題 真正會發生這個問題的話 現在自貿區就會發生 所以 幕僚沒有給蘇院長 詳細食物的情況資料 蘇院長少一點政治 多一點心情 蘇院長的這個邏輯如果通的話 我們現在的台商到越南去 不是一樣的狀況嗎 我們的台商到泰國去 狀況不是也是一樣嗎 蘇院長腦袋裡不要只有政治 不要只想到要去做美國人的棋子 做美國人棋子 我們去做炮灰 麻煩你們家人先去當兵吧 國安會議員提出 國安會議員提出 蔡奇典來提出 中國大陸的運用量 就是台灣的方案 那你覺得這時間提出來 跟台灣的選舉有什麼問題 完全是選票考慮 所以我剛剛特別提到了 因為蔡政府拼政治無方 就會拼政治 還超級恐怖 這個十點上 這個十點上 又拿出來這個蔡奇典 我不曉得蔡奇典 當然我們國民黨 強烈主張中華民國的主權 也強調我們自由民主的珍貴 我們堅持 我們強烈反對一國兩制 但是在這個十點上 他拿出來蔡奇典 是真正要維護 我們的中華民國的主權 或者是自由民主的制度嗎 還是只是為了年底的選舉 操作統一選票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在李登輝時代 跟陳水扁時代的國統綱領 裡面沒有一國兩制 在馬英九執政的八年裡面 九二共識也沒有一國兩制 麻煩蔡英文不要為了選舉 去搞兩岸的摩擦 獲取他的政治立地 你在搞兩岸的摩擦的同時 萬一擦槍走火 受害的是全國兩千三百萬的老百姓 到時候 決定不是只靠 蘇貞湯的哨子 就可以去上戰場 好 謝謝 我提一下 很清楚的看得到 為了台灣人民的福祉著想的話 兩岸是應該想盡辦法維持和諧 我們當然不能夠接受 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 原來你仔細讀一讀過去的歷史 沒有這個東西 但是蔡英文硬要把這兩個連在一起 今天蔡英文提到的蔡七點 他現在的做法跟陳水扁第二任的末期非常像 第一任的末期 為了他的選舉 連任 他拼命的查邊球 拼命的刺激中國大陸 希望中國大陸能夠跳起來 希望中國大陸能夠變他的服選大將 服選大成 我想他是這樣的用意 所以蔡七點就是他的競選主軸 這個清清楚楚看得到 他這一次他的競選主軸 民進黨的競選主軸 2020就是拼政治 拼兩岸的鬥爭 拼兩岸的一個摩擦 兩岸的一個危機 來獲取他的選票 國民黨是拼人民的生活扶持 拼希望能夠大家加薪 拼希望大家有工作機會 這是我想兩黨最大的競選主軸 非常不願的地方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